请问儿女成家立业后 我的后半辈子应该怎么去过呢 我跟你说啊 儿女成家立业了 你也开始慢慢变老了 这是个事实吧 你的任务完成了 那么下一步啊 你也就该活得明白了 送你十个警钟 也是十个忠告啊 让你后半辈子 活得那叫一个通透 第一个 别管闲事 别图回报 儿女成家立业以后 有些事情 你可能看不顺眼啊 但是你再看不惯 也不要去插手 只要你一插手啊 你就看吧 准处麻烦 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生活习惯 每代人有每代人的活法 你把儿女养大了 就算尽到责任了 至于回报 这个呀 你最好是别指望 我告诉你 现在的年轻人啊 压力山大 说白了 他们能把自己养好了 那你也就谢天谢地了 第二个 不要指望任何人能养你的老 你要趁着自己的身体还行 尽可能多的 多去赚点养老的钱 你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 靠谁咱也不如靠自己啊 只有钱 那才是最靠谱的 没毛病吧 第三个 任务完成了 下一步啊 你就该玩玩 该吃吃 该喝喝 啥事啊 你也别往心里搁 记住这句话 你就看吧 你往后的日子 那叫一个潇洒 那时啊 你也就活明白了 第四个 儿女啊 已经被你腾达成人了 那么这会儿啊 你也该学会自己心疼自己了 只要有条件 就要舍得为自己花钱 一句话 谁也活不了两辈子 这个够明白了吧 第五个 放平心态 降低欲望 不去攀比 也不去计较 要总告诫自己 比上不足 比下有余 哎 那就行了 第六个 人到中年以后 这个身体啊 是最容易因为烦心的事 而惹出麻烦的 所以 一定要学会 自己给自己寻找快乐 你只要自己啊 天天能把自己哄高兴了 那你啊 活到九十九 估计没问题 第七个 人呐 年纪大了以后 那个身体的退行性问题 会逐年的增多 千万要记住 你只要发现哪有问题了 就要赶快去看医生 可千万不要硬扛着 这一点很重要 你可千万别不当回事 第八个 人岁数大了 就要懂得随遇而安 物来顺应 那些个得不到的 做不到的 解决不了的问题啊 你就随他去吧 千万不要自己去禁锢自己 自己给自己的生活 掏上一个紧箍 那你不难受吗 第九个 好好锻炼 好好吃饭 好好睡觉 但是啊 可就是别整天瞎琢磨 吃什么补药啊 我告诉你 那些个东西 嘿 瞎花钱 没有用的 第十个 别着急 别来气 别上火 你要记住 天塌下来 还有个儿高的呢 你着什么急啊 只要这天上没窟窿 你管他东西南北方呢 大家记住这十个忠告 随时为自己的生活 敲向警钟 从此让自己 活得通透 活得明白 Born4EDM